嗨,各位清单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训练营今天的课时 这次课时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对吧? 我已经收到无数小伙伴的提问 到底应该怎么学习才能过目不忘呀? 到底什么时候才讲到清单学习法呀? 美好的东西总是山山来迟,而你的等待终将有回报 这不,这一课时现在终于千户万化使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废话少说,直接进入这一课时的主题吧 这一课时中,我将告诉你如何把清单思维运用在学习上 而课时的标题中,我写的是清单阅读法和清单学习法 这两个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把清单思维运用在学习上 而在学习中,阅读又是一个最主要的场景 大量的知识我们都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到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阅读为例来告诉大家清单学习法 刚才我们提到阅读是学习当中一个最主要的场景 没有之一 当然,你现在也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一个系列课程 就能学到相关领域的知识 但是如果要继续精进,阅读这条路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的 那么你的阅读能力到底怎么样呢? 就我所知,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很少读书 不是因为觉得读书没用,而真的是自己的阅读能力太差 读不懂,读了也记不住,完全就是家常便饭 即便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阅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对我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包括你在线下学习的《动辄书万》的培训其中的知识点 在某一本书当中都能够找到 而我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从一些书里学习总结而来 然后通过课程的形式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理想学的任何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系统地获取到的 这简直就是一种成本低廉到惨绝人寰的学习方式嘛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有的人能把一本书读出数千块钱的效果 而大部分却在买了这本书之后读了几页就数字高歌 其实,这之间就是阅读能力的差异 今天,我们就用一个相对较长的课时来告诉你即学即用的清单学习法 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 在这儿,我可以夸下一个海口 在学完今天的方法之后 如果你能够把它运用起来读完一本书 绝对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因为这个方法已经被无数的学员所证实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这节课的主题 在课程中,我不仅会为大家分享清单学习法 我还会告诉你一些这样的内容 第一,你如何阅读一本书 第二,什么是清单学习法 第三,为什么我们都需要清单学习法 最后,我会告诉大家关于清单学习法的拓展 我先说一个数据 大家可能都不太会相信的数据 超过80%的人阅读水平都还停留在小学水平 这个数据你可能不会认同 但是反对之前,请先在心里想一下 你在阅读一本书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问题大家想一下就好,不用回答我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这儿收到过很多人的反馈 大部分的反馈呢,都是这样的 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昏昏欲睡 读完了,就不太记得书里的大多数内容 最后呢,读不懂一本干货书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会有这么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阅读的时候没有目标 阅读的时候你有目标吗? 所谓目标就是你所读的书应该是你主动去阅读的 你希望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什么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带在墓里去阅读 如果你在阅读的时候迫切希望从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那阅读的效果肯定会是不一样的 第二,没有计划 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会做一个计划吗? 一本书你是想起来的时候就接着读 还是会把一本书的篇幅分解到具体的那几天呢? 读一本书不能太快,当然也不能太慢 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详细的阅读计划 第三,顺序阅读和逐字阅读 这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带来的阅读方式 从读书起,老师就教我们读书要仔细呀 一定要逐字逐句地读懂呀 但很多时候只要我们能从书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这就足够了,对吧? 第四,是错误的笔记方式 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记笔记 对吧? 甚至很多小女生为了让笔记更好看 会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 但这些方法依然不能阻止你读完就忘的能力 其实,你大可不必使用这样的笔记方式 你只需要使用简单到极致的清单学习法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健忘的毛病 最后,是读完之后你没有复盘 读完一本书之后,你是果断将它放下 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对书的知识点进行回顾和梳理呢? 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人只能吸收20%的知识 而如果进行复盘的话 你能够大幅地增加吸收的程度 还能够把书里的知识点给串联起来 最重要的是,通过复盘 你能够把书里的知识点运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 甚至能够创新 现在,我们再来说清单学习法 它到底是个什么鬼? 在进行清单阅读法之前 我们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 这些工作,我把它们一起纳入了清单学习法的体系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阅读体系 第一步是了解书籍的信息 先把序言读一遍 在序言当中,你会知道这本书主要讲什么 以及书的主要结构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仔细研究一下书的目录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但是很多人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直接翻开第一页就开始读 在研究目录的时候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尝试找出这本书的主要框架 并分配阅读的时间规划 比如,你想在一周以内把它读完 那么分配到每一天,你可以对照目录 每天应该读到什么位置 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会忘掉 下一次阅读的时候,你又得从头开始看 但是也不能太短 太短的话就是速读 很容易造成阅读过程中的消化不良 对于一本干货书籍来说 我认为通常一周到十天 这样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在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之前 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它的目录 比如一本书有十个章节 每个章节篇幅分别是多少 如果我想把它分配在一周以内读完的话 每天需要读到什么位置 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列为一个 针对于这本书的阅读周期检查清单 第二个步骤是把这本书先掠读一遍 也就是检式阅读 检式阅读的目的 是为了让书里的重要知识点 先在脑子里呈现出来 这会加深我们在经读时的理解 第三个步骤就是开始花大量的时间 按照之前规划的时间来经读这本书 在经读的时候 我最主要使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之前课诗中提到的 A4的方格笔记本 纵向的把它分为两栏 然后使用清单的方式 来记录阅读过程中的要点关键词 记住仅仅是记录关键词 现在大家看到PPT当中的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因为是使用的方格笔记本 所以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 我可以很容易的利用方格本的特性 划分出清单的成绩 那么这个清单记录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的方法是记录能够提示自己的关键词 比如一个概念 我写下它的名字 一个案例 我也写一个案例中主角的名字 而不是把整个概念和案例的验证过程 全部都把它写下来 我记录的内容 仅仅是对我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 我不需要把具体的概念解释一类的内容 全部都写在上面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我过一段时间再去阅读我的笔记的时候 看到一个概念的关键词 我会去回想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回想过程就是加深我记忆和理解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把概念的解释也写到笔记当中 你看一下就懂了 就完全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因此我的读书笔记 我看很有用 但拿给你 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记的是什么鬼 我在之前的阅读课程当中 曾经分享过这样的方法 一些小伙伴在听完之后呢 提问如何记关键词 这让我有点懵的同时 发现了自己的疏忽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记关键词的技巧 通常我在阅读时所记录的关键词 有这么三个类别 概念、步骤和案例 概念很简单 比如清单学习法 这是一个概念 对吧 你只需要写下这个名字就行 步骤呢 对于简单的步骤 我只需要写下一共有几步 这样在回想的时候 我需要去回想每一步是如何操作的 复杂一点的过程呢 复杂一点的步骤 每一步我会写一个关键词 最后是案例 关于案例最好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分享过的一本书 习惯的力量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在之前课时中讲解习惯的一课时的时候曾经分享过 在这本书里几乎全部都是故事线 案例线 但分解下来每个案例都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 邮金宝利的案例证明了习惯的生物学原理 小白鼠的案例证明了习惯的运作方式 防闭式的案例证明了如何在商业中运用用户的习惯 所以每个案例我都把这其中证明原理的过程用关键词给写下来 在回想的时候 看着这些关键词去回想一下案例发生的整个过程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在清单学习法当中记录的是关键词的层级清单 而很多人呢 在记读书笔记的时候会倾向于使用思维导图 那么为什么我会更喜欢使用清单的方式呢 在之前我们曾分享过 最重要的原因是清单的篇幅非常好控制 我用一个方格笔记本一层一层的记录下来就行 方格本的特性也让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区分出不同的说近和层级 而思维导图在我不知道后续内容的情况下 即使用一张A3的纸 A4纸的四倍也很难控制它的篇幅 比如我经常阅读一本书 A4的方格纸我都会记四到六页 如果画成思维导图会有多惨 然后每天阅读的时候呢 我会花上三五分钟的时间去回顾上一天记的笔记 回顾的时候呢 就直接打开清单笔记 去回想一下每一个关键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甚至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爱宾浩斯遗忘曲线 这是统计出人类遗忘规律的一条曲线 重要的内容你可以按照曲线中的规律来进行回想 这种能够通过搜索就能够找到的知识 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 特别提醒回想这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 前两周有一位读者加我 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 老师 我用了你推荐的清单学习法 读了一本书 做了笔记之后 对于这本书的结构确实非常了解了 但是为什么过了几天 我还是给忘了呀 之后 我一一的给他确认了一些步骤 分析了好久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做过回想吗 他说 没有呀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不过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非常熟悉的知识技能 已经成了我的潜意识 而没有意识到 大家可能会疏忽掉一些缓解 这就是知识的诅咒吧 所以在今天的课时中 我不得不花时间强调回想 这个步骤的重要性 经读完一本书之后 可以直接使用印象笔记的扫描功能 把纸质的清单笔记拍照下来 如果是连续的多页呢 那么你可以使用印象笔记的扫描宝这个APP进行连续的拍照 或者你可以像这样以大纲的形式 把大纲笔记再输入印象笔记当中保存起来 OK 刚才我们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介绍了清单学习法 非常简单 对吧 其实我更倾向于告诉大家这样一些简单 但是呢 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为我始终认为像阅读方法 时间管理 清单思维 这些技能都是重要的原技能 但是无论如何 它们却只是一项辅助技能 它和我们的专业技能不同 专业技能是你所处领域的技能 只有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你才会有所造诣 但是辅助技能呢 虽然重要 但却不能直接帮你有所造诣的这些技能 对于辅助技能 我的一个标准是 切勿过度的学习 应该潜藏者止 比如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有自己的主要工作 但是呢 很喜欢时间管理之类的技能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去学习线下的一些课程 甚至数万的花费 请问花这样的成本去学习一项辅助技能 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甚至你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在花大量的时间 去学习时间管理本身呢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无赖的事吗 对于这些技能 我们只需要掌握到 略微超过够用的程度就行 花几百块钱 一两个月的时间 学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就花费在你的专业能力上吧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给大家分享的很多技能 可能不高升 但是却非常的实用 而且经过多数人的验证 也确实如此 比如我会给你推荐番茄工作法 因为它足够简单也很好用 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 学习GTD吧 现在我将告诉大家一些重要的原理 来解释 为什么清单学习法是非常有效的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清单学习法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 还原整本书的三维结构 什么是书的三维结构呢 我们知道几乎每本书都会有一个组织结构 比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每一部分当中又有很多章节 比如第一部分有三个章节 第二部分有五个章节等等 而每个章节当中又会有很多的小节 每个小节当中又会有很多破并率 或穿插的知识点 这些所有大大小小的元素 构成了一本书 庞大的结构 但问题是 这个结构 作者想告诉你的这个结构 它在作者脑子里 是立体的 是三维的 对吧 而我们所阅读到的书 却是平面的 它是二维的 也就是说 单单只是靠普通的阅读方法 无论对阅读的技巧本身掌握的多么炉火纯青 你也无法重现这个立体化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 正是书籍里面知识点的完整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 我们才知道知识点之间是如何连接起来的 这个立体的结构有一个缩减板 那就是书的目录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 阅读之前必须要先看目录的原因 因为在目录当中 我们可以去试图找到这个立体的结构 作者希望通过告诉我们哪些重要的知识点 然后有哪些重要的知识点 尝试在目录当中 找出这个三维结构之间的知识点的联系 而这份层级的清单笔记 就能够帮助你重现这个结构 并把知识点之间给刮连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PPT当中的那个图片 基本上就还原了一本书当中的所有结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三维结构 你在书里吸收到的仅仅是单个不全面的知识点 而通过这个结构呢 你才能够把这些单个的知识点拼接成一个整体 第二个原因 回想是增强记忆力的最佳方法 其实不瞒大家说 在上大学之前 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 我的书上写满了笔记 画满了各种记号 我觉得我很用功了呀 但是一上考场 成绩就不怎么样 但是大学之后 我学到了自己很感兴趣的专业 我的学习能力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与之前相比 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我几乎不会在书上写任何的笔记 但是呢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反而我的专业成绩 在系里排名第一 还拿到了审理的大赛奖项 当时我就纳门 为什么我都是同样的用功 为什么在学习效果上 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呢 直到工作多年之后 我才发现 正是不记笔记 才让我有了学习能力上 本质上的提升 因为不记笔记之后 我会大心忘了这些知识点 我就会多用脑子去回忆一下 而这个回忆的过程 正是吸收和记忆知识的过程 去年出了一本畅销书 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 这本超越科技练习的科学著作 解释了这一切 书中指出 像我之前那样 花很多时间去记笔记的学习方式 其实是最为低效的 因为记笔记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怎么去思考 也不会怎么去记忆 就是把知识点给记下来 或者把老师的版书给抄下来 这些行为会给你一种错觉 让你觉得在自己花了那么多的功夫之后 你自认为已经理解 和吸收了这些知识 但其实你并没有 真正有效的学习方法 是在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学习 或者读完一整本书之后 去通过自己的记忆和理解 写出这段时间以内学到了知识要点 这个过程当然不会轻松 因为你的大脑会火力全开的去回忆 即使这样还是会遇到想不起来的情况 这时你可以再去翻书查阅 但是想要真正有效果 你一定得经过这样一个稍微有些痛苦的过程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去解释清单学习法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最为有效的 第一它还原了书籍的三维结构 所以它是最全面的 比你自己写出来的还要全面 第二 你记录的笔记全部都是关键词 它不像原有的笔记方式那样 一看你就全懂了 完全没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大脑中的知识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强化 但关键词不同 你看到它们 你可能完全不懂关键词的背后是什么意思 你得努力去回想呀 甚至还会遇到想不起来的时候 这时再去查阅 现在结合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为清单学习法加上一个步骤 除了以清单的方式记录关键词笔记之外 在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之后 你需要过两三天 抛开之前所有的笔记 然后拿出你的方格本 凭你的记忆 来把你所能回忆起来的知识点 以成绩清单的方式 一一地给列下来 并且去理解它们之间 是如何连接起来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 《习惯的力量》一本书当中 各个案例是如何连接起来的那样 很多年之前 我就开始用这样的方式读书 我发现这样的读书方式 让我对于读过比较有意义的书完全是过目不忘 甚至是我看过那些精彩的电影 我偶尔也会去回想当中的一些情节 所以即使过了多年 很多电影当中的台词我都记得 还有一点 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 所以我时常会去想一些读书时代的事儿 所以即使过了20年 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每一位同学的名字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记忆力好 而是我以兴趣的方式 去完成了这一个看似痛苦的过程而已 而且这样的学习方式 绝对比原来的笔记方式更加省事儿 对吧 第三 这种学习方式真的会让你上瘾 因为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 你真正掌握了很多知识 而且掌握的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 因为它们是成体系的 读完一本书 你会非常期待与其他人分享 比如说我不就连续两年 以主题阅读的方式 发起了每年经读30本书的阅读分享计划吗 OK 在解释完清单学习法为何如此有效之后 我们再来对这一方法做一些拓展 接下来我将告诉你横向的清单学习法 什么是横向的 这就得对比我们刚才分享的清单学习法 因为它是针对于一本书或是一个领域的学习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纵向的 对于一个领域或一本书的深度学习 那么什么又是横向的呢 横向的清单学习法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跨越多个领域或者多本书的学习 第一我们前面分享过番茄工作法 并指出了它有一个其他时间管理方法没有的优势 基于将时间分段的理念 你可以轻松地统计出完成某一类事物所需要花费的番茄时间 并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来提高自己的效率 那么在学习这件事上 我们也可以运用清单来做横向的管理 比如读书这件事 你可以做一个表格 以清单的方式统计出阅读的每一本书 学过的每一个课程 第二我们再来说说清单学习法中 另一个拓展环节 复盘 复盘这个词 其实是来自于围棋当中的一种学习方法 指的是在下完一盘棋之后 要重新摆一遍 看看哪下得好哪下得不好 对下得好和不好的都要进行分析和推演 而用到学习这件事上 复盘就是刻意地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总结和梳理 看看自己哪些地方理解了 哪些地方没有理解 哪些知识又能够快速地运用起来 同时知道所学的知识和自己过往的认知 有何关联或修正 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知识空缺有哪些等等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本畅销书 刻意练习 书中指出 不断地重复 只是天真的练习 不能带来任何改进 而所谓的刻意练习 是你在你的练习过程当中 需要不断地进行总结 并在总结中给予自己正面和负面的反馈 最终你能够根据这些反馈在今后的练习中来进行调整 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PDCA的循环 而复盘 它的本质就是对所学的新知识进行刻意练习 那么复盘这件事威力有多大呢 大部分人在学习一项新知识的时候 所吸收到的只是单一的知识点 而如果在学习之后能够对这些知识点进行复盘 那么你能够把这些所学到的新知识给串联起来 让它们连接成一条知识线 如果你还能更进一步 把这些新知识和过往的知识关联并运用起来 那么这些知识将形成一张知识网 这才是复盘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如何进行复盘才能爆发出它的力量 我的复盘方式通常是三个步骤 我把它称之为陈列式复盘 框架式复盘和拓展式复盘 第一步陈列式复盘 所谓陈列式复盘是在完成学习任务之后 有意识地去回想回想书中所有的知识点 然后用清单的方式把它们列下来 比如在学习瓦里唐威课之后 你可以在翻个本上列出你所能回忆起来的 所有知识点以层级清单的方式 把它们一一地记录下来 第二步 框架式复盘 任何一项好的学习资料 一定是有它的框架结构的 否则就是东拼西凑的一盘散散 而且这个结构应该是立体的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目录就是它最基础的结构 而且书的框架是立体的 一部分当中包含了多个章节 一个章节又包含很多小节 对吧 但问题是任何一本纸质的书 它都是平面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通过框架式的复盘 来复原它的立体结构 这是把上一部陈列复盘 所完成的结果 按照某一种逻辑进行重组 最终你能够把这些知识点 组成一个层级的框架 这时的层级框架 不同于在阅读过程当中 记录的清单笔记 清单笔记只是在阅读过程中 按照书籍的逻辑给记录下来的 而复盘时所形成的框架 则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完成的 并且在回顾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和知识关联进行产生 记住 单单只是靠普通的阅读方法 无论对阅读的技巧掌握得多么炉火存心 也无法重现这个立体的结构 你必须得有复盘的意识 第三步 拓展式复盘 前面的两个步骤都是针对现在学到的知识本身 也就是说 完成它们只是对现在所学到的知识 起到回顾和加深记忆的作用 要达到运用和举一反三的目的 你还需要进行拓展式复盘 针对所学的知识 拓展式复盘的过程 可以按照下面的三个维度来进行 第一 知识本身 也就是知识的深度 这时呢 你可以尝试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你所学的这项知识或技能 原理案例分别是怎么样的 第二 它们的来源分别是什么 又是如何被证实的 第三 你自己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哪些经验和这项知识相关联 第二个维度 知识拓展 也就是知识的宽度 这时呢 尝试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第一 和这项知识类似的 还有哪些 第二 它们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第三 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第三个维度 学习能力本身 这个维度是超越具体 所学的知识 站在学习效率层面上 来进行的深度思考 这个时候 你可以尝试问自己这些问题 第一 在学习这个领域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第二 学习过程当中 存在哪些问题 又应该如何解决 最后 所学的这个领域 可以帮助我 或了什么 这些所有的复盘步骤 如果你能够在学完 一个知识的 一个领域的知识之后 以清单的方式 把它们都一一 思考并罗列下来 我去 这效果想想都可怕 OK 以上就是我迫切希望 为你呈现的清单学习法 一种极为简单 也极为有效的学习方法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 关于阅读 关于知识管理的 成体系的技能 可以加入我去年发起的 学习方法的系列课程 这个课程涵盖了 学习方法 时间管理 知识管理 以及相应的工具 我们为这次训练营当中的小伙伴 提供了价值20元的优惠券 大家可以联系小番茄领取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是清单控沙流 大家再见